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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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ViuWin娛樂新聞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吳林峰 我新歌《土撥鼠之日》 已經出了 大家聽了沒有? 如果還沒聽的話不要緊 我現在唱給你聽 記醒以後 再次看見爆炸到早中 這次我要切斷渣藥上 紅白那根線 是不是很想聽下去呢? 不過不行 大家上去聽吧 各大平台 全部都可以聽到 吳林峰這次新歌 找來神級製作班底 乖文填詞 卡侯叔叔編曲 兼自己親自作曲 大家別以為歌名叫《土撥鼠之日》 好像好QQ一樣 其實歌名的靈感內源是 Time Loop電影系列始祖 Ground Hope Day 剛好他們三個 都是Time Loop系列的超級粉絲 所以大家的創作idea 馬上一拍即合了 剛好我追上一套劇 叫做《Restland Door》 那我就 突然覺得 好像有點連繫 因為其實我歌的感覺 又是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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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和這個 Time Loop的題目 好像都挺拉得來的 同時我又不太覺得 好像有些人有試過這個題目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所以我就跟了卡侯叔和歪文說這件事 然後很好笑的是 我們之後是沒有聊過首歌的 我們全部都是聊 大家看過什麼Time Loop的戲 什麼劇集 然後就爆料 這套戲不好看 這套戲差什麼 這套戲很棒的 那些 然後是歪文把我們拉進來 不如我們都用這個主題 其實挺好的 然後就是這樣而起 這個Time Loop的主題 歪文當時就提到 如果要用這個主題 他覺得要玩盡一點 不如試一下 真的好像 劇集中的橋段一樣 你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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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個想法 放到那個melody 因為他覺得我最初的demo 的melody做不到這件事 那才慢慢演出就是試 試看能否做到那個loop 在一個first first 然後就試到現在這個樣子出來 吳林峰和歪文之前 都有一起幫其他歌手寫歌 因為自己的作品合作就是第一次 可以和這位神級音樂人前輩合作 他說超爽 其實歪文的確確是合作過大 其實真正和他有接觸都是第一次 因為之前其實我覺得是間接的合作 就是我幫Edan寫了一首歌 歪文填詞 就是這一種 而今次是他的小言分詞 就是我自己唱 所以某方面我覺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我沒有想過我和他 叫做第一次合作 是一個這麼有chemistry發生的 很好玩的東西 還有大家都沒有框框的 就是整個創作過程 所以做得很開心 其實是某程度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 兩老 我自己就是很自high 我是超級爽的 和卡爾斯合作很多次 所以大家都猜到大家會有什麼想法 歪文我叫做第一次 親身和他聊天 但是沒有想過三個人其實是很合的 有一種fiber很合的 所以很神奇的感覺 其實吳林峰也想透過這次新歌 帶出一個信息 就是人生好像一個無限循環 大家不斷尋找方法去突破 當然他自己也不例外 希望在音樂路上有更多嘗試和創新 我很少可以涉略編曲 填詞 這些 如果可以我想試一下 還有我覺得歌的類別 我想再試多些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 可能寫給人的時候 就好像很突破 可以試很多東西 那為什麼經常去到自己身上 就這麼保守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保守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想突破的第一步 另外就是 自己也是想多些範疇 都可以自己可以再厲害一點 想今天的我勝過明天 不是 今天的我勝過昨天的我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如果一首歌曲詞編監唱 都是吳林峰也挺帥的 都想試一下 其實沒有記住 我挺想試一下電音的東西 不單止吳林峰維持著進步和突破 連他的一群歌迷都在他影響下 開始學樂器一齊夾band busking 其實我覺得我那群朋友 我不是很喜歡用粉絲 兩個字 那群朋友是很搞笑的 他們會因為入了TG Group 然後認識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然後現在逢星期 每天就會出去一起夾band 然後是互相學習 你懂結他不如你教我 就是夾band就互相教我 我覺得很神奇 他們那群朋友 不是單單是很喜歡我的歌 而是他們因為我的歌 或者認識我這個人 然後互相之間 會有一種進步和學習 我覺得是很神奇 一說到夾band busking 他馬上有些心癢癢 很想再去感受一下街頭的氣氛 不是借口 一方面就是時間 現在很難遷就 我bussking一日 我覺得我欠人的歌 還沒搞定 我真的很內疚 我不敢出去bussking 第二件事就是 疫情問題 我沒理由走出去 然後有人被人發告票 我真的過意不去 因為限聚被人發告票 因為他們純粹來看我唱歌 又或者在公眾地方 如果我不小心惹到 然後我可能走去哪裏 惹到其他人 我都不太好意思 就是有很多因素 我在想 不是太敢去的 另外就是 其實香港現在bussking 避典太少了 我覺得 你去到 我現在真的沒有這樣的 體力和心機 大早11點 我衝過去八個位 然後跟你爭埋 這些我 我現在真的是人老 我沒有這樣的連照輕狂的衝動 所以 有時經過bussking 我都會問一下 可不可以唱兩首 我有的 至於新歌MV 他說有很大突破 甚至連他都很意外 公司願意開水喉 超小預算地幫他 訂隧道來拍攝 訂隧道來拍攝 我真的沒試過 我說真的 你明白嗎 你可以在隧道裡面走路 是一件多開心的事嗎 在一件多麼突破 你平時看到隧道被人封來拍攝 一定是拍電影 那我覺得 好像 好像很厲害 那種感覺 其實這次的MV 是要很感謝阿Mo 還有主角的男 我不是主角 我是配角 主角是Ocean 很感謝他們兩個 還有MV Team 因為他們是極度辛苦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 那天拍攝 前期我們有一大堆困難要解決 即是覆隧道 我們要處於什麼 然後當拍攝那天 我們有一些很現實的條件 就是時間 因為隧道其實是要開放給別人用 我們只有幾個小時 然後我們要拍攝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們那個專注是很厲害的 他全天我們拍了24小時 有多 他都不可以啟動 然後他們又要做些前期後期的東西 即是我覺得我感受到導演 阿Tim 和演員Ocean 那隧道我們解決了 已經有了 那還有一個鏡頭應該在哪裏 那時阿Mo說 不如試一下巴士 特別是熱狗巴 因為有種壓迫感 而且熱狗巴是一種時代感 那麥克風就有膽小小來問 即是救巴士 他們都很癢 最值得的地方 他們借了一個車廠給我來拍 我覺得這個超級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感恩的事情 這樣也未算了 最令歌迷驚喜的 當然難得在MV裡 見到吳林峰出鏡 我之前也不太出鏡 那出鏡吧 你不要打眼鏡 但又變了一個形狀 我覺得這個是很壞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就是造型上 那個造型上真的 即是眼鏡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安全感 另外我要戴Cone 我真是人生第一次戴Cone 我戴了很久 接著是要三個人抹著我的眼皮 硬撈Cone進去才能戴到 那天是這樣的 然後試了很多新的東西 另外本身我對著鏡頭 即是叫我說話 正常我也可以的 但你覺得可以演戲 我真的有一種保護自己的模式 開啟 我會不敢動 總之動我覺得自己好像很亂 開啟了我一個心態就是 我堅持以後 儘量不要出鏡就不要出鏡 我也是很堅持的 除非再贏過他我就出鏡 見到他的鏡頭前 越來越有資訊 不知道下一次會不會再突破一些 嘗試跳舞呢 跳舞真的要留一留 這個心理關口太大了 這個我真的不能留 我平時不開結他唱歌 我已經覺得自己像勁 你想想我連麥克風都不開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 不是啊 他那些是這樣的 我不行的 所以這次MVu 他都特地拿了麥克風的麥克風給我 不是只拿一支麥克風的 即是有東西拿著 我的飲料很尷尬 你有什麼還可以做的 你自己 有什麼不可以做 除了跳舞之外 我不要叫我卸女仔 要不然我真的不要給我 很危險 其實不是不行的 看人選 這個又不要說得那麼實 只是這樣說而已 搞笑而已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行的 沒有叫我脫衣 這個真的堅持 脫衣真的不行 如果我有肌肉就OK 我沒有 脫衣真的沒有搞 這樣 吳林峰還預告 今次守土撥樹之日 其實只是intro 新歌陸續有來 大家真的要好好期待一下 到時候見到啦 到時候見到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